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患了什么病啊 我不知道 今年的时候爸爸听了一个月的药 病情也越来越重了 之后我的一个亲戚他来看爸爸 他看爸爸已经病成那样子了 他才把真相告诉我 那么从小他就不要 所以你恨妈妈吗 我恨她 我本来还找妈妈想去找妈妈 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再也没有想去找妈妈了 但是你今天还是来了呀 那是妈妈逼我来的 我不想来 这边也是妈妈逼着我拿来的 你们说这样的妈妈值得找吗 我觉得他需要找他的妈妈 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他必须得对你负责任 他作为一个母亲 他不可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什么事情都不管 母亲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抛起他 我相信他一生都会还这个债 还也还不清 母亲必须出现 承担起物质层面给你的帮助 可是田家你有没有想过 这位母亲在两岁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他了 那个时候离开一个孩子 可能意味着这个孩子 活不活下来都难说 他都可以抛得下 那么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你说他还会回来吗 他会去承担那个所谓法律上的责任 任何义务吗 他可以完全的不去认他的母亲 但是他的母亲 必须在物质上给予他的帮助 可是他的母亲 现在也未必过得好 很可能根本也没有这个物质能力 来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呢 最关键是这个孩子 现在不应该承受这么多 所以母亲的出现 对于孩子来说 可能在情感上 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在物质上 无论如何 他必须做到 他母亲在法律层面 应该做的那一部分 而且我觉得无论有什么隐情 他都不应该去抛弃你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有些人只是长得像人 但是没人味 所以这种人 基本上不能称作为人 不管这个女人有什么样的原因 我都是这样对他的称呼 如果他今天要是能来 我认为倒可以为自己的过去 数一数罪 但并不代表你没有罪 十一年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算他现在来了 我也不会认他 为了爸爸 为了爸爸 我还是希望他回家看一下爸爸 你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为了父亲都能委屈求全 你说你一成年女人 你怎么可能走得无影无踪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妈妈今天没来 你完不成爸爸的愿望怎么办 对我没有影响 对爸爸有影响 他会伤心 如果妈妈来了 但是说他不想见爸爸 他就想把你带走 我绝对绝对不会跟他回家 希望你妈妈能够来到现在 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 5 4 3 2 1 请安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还在找妈妈呢 你还觉得妈妈能来的吗 其实他不是不想见妈妈 虽然他也有恨 但他其实想见 要不然他不会拼命地攥住那两张相片 他不仅仅是因为爸爸来找妈妈 其实他从来没见过 他也想见 是吧 夏威 他没来 他没来 玩不成爸爸的心愿吗 妈妈看你会丧心 夏威 你跟普通的女孩子不一样 你比普通的女孩子要坚强 按道理来说 我不应该把事实的真相去告诉一个 还没有成年的孩子 这样的话会对他造成阴影 但是我觉得 我有必要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孩子 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们后来找到了你母亲现在的住持 但是当我们去到那个村的时候 那个村里的人特别排斥我 知道我们是来找他母亲的特别排斥我 压根人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具体住持在哪 我们只知道是那个村 但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 我觉得有可能 是因为你母亲自己不愿意见 要不然的话谁也拦不住 都找上门了 我说这些话你可能会不高兴 会伤心 会对母亲失望 但我必须跟你说 因为你有权利知道这些 我这呢 是我们了解到的你妈妈的地址 你拿着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妈妈如果不去见你,爸爸只好做一个决定 爸爸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户好的人家能把我们家最乖的夏威带回家 我不想跟别的叔叔、阿姨走,我只想爸爸还有爷爷、奶奶好好等 我想说如果上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话,她为什么要对一个13岁的女孩子这样呢? 我想求一求夏威的妈妈,我求求你来看看这个孩子吧,好吗? 如果电视机前有叔叔、阿姨愿意帮助你,并不一定要把你带走 只是看见你很乖,很喜欢你,想把你认作自己的女儿,你可以接受的 那并不代表你要离开这个家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 你说呢? 你要一定坚强、努力 我希望你的内心永远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是别人为什么都有妈妈自己没有 而你要想到的是,你没有妈妈,但是你可以如此的优秀 我记得,我的奶奶在世的时候常常会说,山里有仙女 那个时候我一直不信,但是今天看见夏威,我觉得我信了 她是那么美丽、善良、有志气 而且那么有责任感,可以照顾自己的父亲、爷爷、奶奶 可以用稚嫩的肩膀承担那么多 而且当她拿到妈妈的地址去把它撕掉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自我的女孩 我觉得这个女孩太值得我们尊重了 我希望你把人生之前的那些坎坷化作一种动力 不断地向上 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觉得你就是夏天里的一朵紫薇花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谢谢姐姐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因为她的母亲离去 而是因为贫穷,然后父亲的疾病 我就会做得更好 但根本就会不会有任 Ao 我们也要是贫穫的 如今嫁人者 暫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